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生在江苏的南童 1912年 六岁来到台湾 旅行观光 后来变色了就回不去 九岁就在龙江街的路德会 福音堂受洗归族 十五岁就开始养家了 十七岁就租门面开店 十九岁就当兵 二十二十五岁 整整当了一千零五十 九十五天 一天都不少 二十七岁结婚 真的养女是批西松平常的事 但是生下的孩子给祝福 这才是宝贵 这才是有成就 三十八岁前子师父 他是怎样侍奉呢 我们在祷告完祷的时候 他说上帝啊 我上帝啊 你给我二十万 我就奉献给你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等到二十万才出来 我把两老婆和弟妹们安顿好了 我就出来 他很快就给我二十万 我一看这个恩典怎么这么快 这福气怎么这么大 一打话就听了 我就跟上帝赖皮啊 我上帝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太年轻了 我后面少一个灵 你给我两百万 我就开始来服侍你啊 很快就给我两百万 我说我怎么这么快 我又跟上帝赖皮了 我说上帝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是神 我是人 我讲话太快 上帝啊 你给我两千万 我就奉献给你 这个上帝也是很久忍耐的 这是很丰盛的神 在1979年 上帝就赐福给我两千万 我说上帝没有比你许愿啊 你只许愿许愿你就要还 这样他就出来 所以他就立定心智 我还在大陆 他叫我回来参加的暗幕 好了 现在把寄生拴在檀角那里 跑不掉了 因为他是非常积极 我从来没看见一个人啊 哎呀 这个为福音发疯的人 真是疯狂了 王俊庆赚再多的钱 也比不上他所带领的人 信耶稣 因为神看一个人的灵魂 比全世界的财富还要宝贵 葛明堡牧师爱主的那份热情 带动整个家族 如今这敬虔家族的后代 都在教会参与服事 让我们一起欢迎 葛明堡牧师的小儿子 葛阳忠弟兄 真情分享 温暖的双手 苹果般的笑容 上帝的祝福 这是我们教会的创办人 也是我的父亲 葛明堡牧师 我爸爸他是一个 非常有信心的一个牧师 他面对任何事情 永远都是用一个苹果的笑脸 正面的思想 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情 包含了我的功课 我从小功课非常的不好 我每一次考试 都不会超过15分 我妈妈因为爱我 常常拿藤条来管教我 我妈妈也在现场 妈妈谢谢你 因为你爱我 我终于长大才知道 原来这个叫做爱的私行教育 有一次我功课考得非常差 回家了以后我考了19分 后来妈妈拿藤条要开始打我 爸爸在旁边不知所措 现场非常的混乱 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说等一下 你是牧师 你是师母 你们在教会 每次都叫我们要有正面的积极思想 我们把19分转过来 不就变得91分了吗 哈利路亚 从那一天开始 我妈妈就没有打过我了 我父亲每次看到我的时候 他都会宣告说 我的儿子啊 你是最优秀的 我的儿子啊 你是最聪明的 你是最孝顺的 爸爸对我说 小钟啊 功课不好没有关系 好好爱耶稣就好 所以今天我的儿子 你功课比我还好 你要好好爱耶稣 好好爱耶稣 是父亲留给我们三个孩子 最重要的家训 我小时候觉得 好好爱耶稣就不会被打了 但是长大了以后 我心中真的明白 好好爱耶稣 是我们在这一生中 最重要的事情 Amen 感谢上帝 也是因为好好爱耶稣 让我们三个孩子 不论在家庭事业上 都受到上帝蒙恩的祝福 好不好 今天让我们也学习 哥老牧师 要有一颗苹果脸 跟右边的弟兄姊妹说 你要有一颗苹果脸 不是普瓜脸 苹果脸 跟左辈的弟兄姊妹说 你要有正面积极的思想 而且每天 我们都要宣告 我的家庭 是上帝蒙恩的家庭 每一天我们要宣告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事业 是由上帝最美好的计划 和祝福 而今天盼望 我们家的恩典和祝福 今天也可以领到你 谢谢 谢谢